你聽的是SBS電台廣東話節目 馬上登入sbs.com.au forward slash Cantonese 瀏覽最新的新聞資訊 早晨,張琦 早晨,Selena,你好 你好,我首先想問問你 因為最近在黃金海岸發生了一宗很令人惋惜的事件 有一名十歲的女童據稱被她的媽媽謀殺 那詳情是怎樣呢? 你說得很對,8月15日 君士南黃金海岸發生了一宗令人震驚的命案 一個十歲的小學五年級的女童 她的名字叫Sophie Wang 在家裡被殺害了 事發當日晚上,Sophie的爸爸回家時發現了Sophie的屍體 並且報案 其後,警方拘捕了Sophie 46歲的媽媽 並控告她謀殺 她將會在今年11月提堂 這家人居住在黃金海岸的Emerald Lake區 住所距離Sophie就讀的小學只是一階之隔 Emerald Lake區的居民感到震驚和非常远色 尤其是Sophie就讀小學的老師和學生 這家小學校長形容Sophie是一個聰明、好學和關心別人的學生 Sophie的爸爸是一名大學的副教授 英文就叫Associate Professor 她在黃金海岸的格里菲斯 即Griffith University這大學工作 大學方面表示會盡力支持這位副教授 現在我們也知道對於很多澳洲人來說 生活開支都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特別是駕駛車上班或者要用車的朋友 都會感覺到我們的油價不斷地上升 聽說你們的州長 希望可以成立一些州所擁有的油站 希望可以控制油價 你講得很對 除了電費之外 汽車的電油也是星斗市民經常關注生活開支 實際上大家都知道 這些油價就像海鮮家一樣 每天都不同 軍事蘭州長Steven Miles表示 如果領導的工黨在今年10月勝出州議會大選的話 政府會推出一項暫薪的措施 應對日益上升的汽油價格 在建議的政策下 州政府就會設立12個政府擁有的油站 以成本價出售這個汽油 目的就是與現有的油站競爭 平抑這個零售的油價 此外政府又會立例 禁止油站每天提升油價多過一次 以及每天的升幅是不可以超過三個先的 但是業內人士就表示 這個做法不單止澳洲是民所媚民 在全世界都沒有先例 質疑這個做法法法律上和實際上是否可行 根據昆州汽車會的資料 布里斯本的零售汽油價格 經常都是全國最貴的 顯示油商有謀取暴利的嫌疑 州政府這個提議是否會成為事實呢 要到10月州議會大選之後才會有結果 我相信這個可能是他希望爭取連任的一個策略 到時就看看究竟成不成事 另一方面我知道現在你們的昆州的警方 權力都很大 好像不用搜查令都可以隨時 是熱停一個人就搜身這樣 是的 你說得很對 那治安呢 不單止是我們軍事人 是全個澳洲居民最關注的事項之一 在8月24日 大家可能已經知道了 北領地的大選 鄉村自由黨 即CLP大勝 相信很大的原因 就跟當地的治安問題有些關聯的 而今年4月呢 在新州的邦大爭巡商場發生的兇殺事件 令到治安令到成為澳洲人的焦點話題 在昆州人今年的2月呢 一名七十歲的祖母呢 在布市西面一個商場被刺死 亦都是另外一宗的悲劇 那昆州人呢 實際上呢 2023年呢 就已經通過了一個名為 Jack's Law的事行法例 容許警員在公共交通 和夜總會的night club呢 隨機這樣用手提金屬探測器呢 檢查懷疑人物身上 是否有刀 或者有其他的武器的 那法例第一 他叫做Jack's Law呢 是因為一個年輕人 Jack Beasley呢 在2019年12月呢 在黃金海岸的滑浪者天堂 即surface paradise 就被刺死 導致這個州政府呢 加強在公眾地區 防範暴力事件的措施的 在今年8月22日呢 坤州政府就通過了延長 這個Jack's Law 要去到2026年的10月 就容許警員呢 在公眾場地 和這個公共交通上面呢 無需要搜查令 使用這個金屬探測器的 在現行的法例下面呢 在公眾地方 或者在學校 非法藏有刀劍的話呢 初犯的呢 就可以被判入獄18個月 第二次再犯的話呢 這個整期呢 就去到兩年的 那除此之外呢 郡州政府呢 亦都通過了另外一連串的 防止暴力事件的措施 那包括呢 就加強管制這個槍械牌照 增加危險駕駛 導致傷亡的懲罰 禁止在社交媒體上面呢 炫耀暴力的行為等等的 Jack Beasley 的父母呢 正在鼓吹全國州份 和領地呢 施行類似軍事難的 Jack's Law 的法例的 那毫無疑問呢 大家都希望呢 生活在一個安全的居住環境裏面的 嗯 沒錯啊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相信一些的 比較關注 這個隱私權的朋友呢 可能對於 警方這個的權力呢 就未必贊成的 那譬如坤州來講 就是有沒有一些 這方面的人士是提出質疑的呢 你說得對 有很多法律界 和這個權益界的人士呢 尤其是是爭取這個 年輕人權益的團體呢 都已經發表了他們的意見 認為這個措施呢 可能是過火一些了 但是呢 就 正如你所講的 坤州十月呢 就進行大選 那麼呢 工黨政府呢 就希望呢 就在這一方面呢 加強他們的措施 令到市民呢 對這個工黨呢 可能會投他們一票的 嗯 我相信呢 在十月的時候呢 你就再會和我們 談一下坤州大選的問題了 不過看著時間呢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個月再見了 好 下次在節目時間裏 再和各位在空中見面 拜拜 讚好分享留言 馬上緊貼SBS電台廣東話節目的Facebook專頁啦